大家好 我是Jason 李慧杰 在五一黄金周前的港股表現只是平穩 但中段曾經一度下跌到19,500 當時是中美關係 美國方面有不同的官員 對一些雲企業有機會列入黑名單 所以令港股下跌 但始終在近期港股維持上落整顧格局 因為明顯成交量持育縮減 大家沒有明確方向 在長假之前港股都可以上接近2萬點 當然在近期美國方面 就算剛剛出的第一季度的GDP數據 其實亦差過預期 就能幫助市場再次有一個收復的機會 因為若果美國方面經驗數據越差 大家對未來加息的止暴情況再度明顯 或許大家已經在憧憬幻想 未來到第三、第四季 開始美國方面有機會減息 但港股這段期間的成交量還是比較偏弱 位置其實是維持19005-2008 這個區間上落 一路受制抓當然是來自一個科技股 因為始終科技股對過恆指的佔比 也有兩成半以上 其實科技股不動的話 基本上恆指是動不了的 所以維持著這個區間上落 當然若果下一步能不能夠科技股帶來一些好消息 尤其是之前很多的分拆 個別上市的消息 可不可以在下星期或打候時又再有呢 不出奇再有相關的消息可以堆砌 但都要配合到市 但近期來說當然市 雖然你說維持上落整股的格局 但個別一些股份 其實升勢都是相當之凌厲的 尤其是中置投的股份 其實大型國企股份 其實之前來說三大電訊商 煤企三桶油 其實都一直跑完大市 近期來說 亦都有將這個狀況 擴散到不同的sector 由基建股 銀行股 以及近期來說 升得比較好的一個保險股 亦都可以成功 令到市場方面 開始信服股值的提升 有機會出現 如果股值提升 當然大家除了看PG之外 亦都可以看著市漲率 如果市漲率其實可能0.5至0.8 這些狀況 其實都處於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其實若果業績 尤其是近期都是業績期 若果業績能夠加到供課 其實股價的升幅表現 往往都是相當之驚人 所以打候時可能都會將關注力 當然科技股不是說不理它 只是大家炒來炒去都是一個波幅區間 其實可以繼續按列 或者炒一個波幅點 但如果你說近期聲勢比較凌厲 其實由之前大家 淡忘了很久的傳統類的國企股份 其實亦都可以重新再次關注 下星期當然大家比較關注 就是星期四就會知道美國意識結果 市場方面預計今次都是加0.25 但如果打候的期望或點陣後 會否顯示美國加息已經見進頭 如果是的話市場都會比較上正面 而打候時當然大家都會在美國總統選舉的背景下 會否對打候第三、第四季開始有機會減息 這個預期逐步升溫 不排除這種狀況 所以打候如果港股要突破兩萬一 要靠科技股 科技股當然 當然本身業績期望未算太高 但始終他們的估值還是比較便宜 所以打候時後 我想科技股都要留意 如果再次突破兩萬一 我看科技股都會成為突破上去的公公神